字幕君 李宗盛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今日灣區 首先來關注本期新聞的主要內容 美國推出兩輪制裁施壓伊朗 契惡從善 挫敗獨立日恐襲陰謀 FBI俄州逮捕嫌犯 維加州兩起野火蔓延 灰燼飄到舊金山 聚焦世界盃内瑪爾駐巴西獲勝 李立石絕地反擊逆轉日本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週一宣布 週日在俄亥俄州逮捕的一名48歲男子 他企圖對獨立日慶祝活動發動炸彈攻擊 被捕的男子名叫皮茲 現年48歲 來自俄州克里夫蘭附近的一座城市 此前曾表示效忠基地恐怖組織 我們今天來訪問Demitris Nathaniel Pitts 也名為Abdour Rahim Rafiq FBI在聲明中稱 皮茲週日在與臥底特工會面後被捕 他計劃在獨立日慶祝活動中安放炸彈 並同時將克里夫蘭及廢城鎖定為攻擊目標 就在上週 皮茲還在克里夫蘭市中心踩點 尋找可以停放炸彈面包車的地點 為發動大規模攻擊行動做準備 美國獨立日慶祝活動常被恐怖分子 鎖定為攻擊目標 2015年獨立日前夕 美國執法人員逮捕了超過10名受伊斯蘭國挑唆 而企圖發動恐怖襲擊的嫌犯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近期 加州天氣炎熱乾燥 北加州油樓縣週六發生野火 由於風力助長火勢 北加萊克縣和油樓縣兩處大火迅速蔓延 7月2號 灰燼隨風飄至舊金山南灣 灣區空氣管理局一度發出橙色空氣質量警告 消防員經過徹夜奮戰 油樓縣野火持續燃燒 過火面積達4萬4500英亩 並威脅到納帕古縣 1226名消防員和119輛消防車參與救火 周圍居民被迫強制疏散 消防局表示 滅火需要一周的時間 目前只有3%的火勢受到控制 目前 燃燒一個多星期的玻尼大火再出險情 6月30號 火勢越過防線 導致部分原以為脫離險情的居民遭強制撤離 大火過火面積達14700英亩 75%的火勢得到控制 玻尼大火已經燒毀了22樁建築 另有6樁受損 有一名消防員受傷 但沒有居民被燒傷 加州消防廳表示 玻尼大火將於7月3日被完全控制 國家氣象局表示 月落線的大火已經影響到 納帕、索納馬、聖馬雕和舊金山的空氣質量 新唐人記者古新月綜合報導 根據聯邦旱情檢測機構發布的最新數據 加州的中度乾旱區正在逐漸擴大 加上過去半年降水不足 加州或將再次迎來乾旱天氣 聯邦旱情監測網發布的乾旱地圖顯示 有一個長條帶的中度乾旱區 從加州中古地區向北一直延伸到俄勒岡邊界 旧金山灣區和北加州海岸地區 處於正常到輕度乾旱 北部塞拉山處於正常狀態 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專家表示 最近的一次調查發現 由於過去半年降水不足 加州有75%的土地、地表和地表以下的土壤 濕度處於乾燥和非常乾燥的狀態 漢情監測是由多個部門組成的聯合機構 該機構每星期發布全美境內的乾旱地圖 綜合考慮降水、地表水儲量和河流水位等多個因素 6月30日是加州雨季正式結束的日期 總體上來說 本次雨季降水只有2017年足量降水的一半左右 在南加州的總降水量則更少 有些地區只有平均降水量的30% 灣區的總降水量則達到平常年度降水量的72%到74% 2012年開始 加州進入1895年 有七項資料記載以來最嚴重的乾旱 迫使州長宣布強制性節水令 直到2017年雨季收穫充沛的降水 才得以擺脫長達5年的旱情 新唐記者 周志明綜合報導 從7月1號開始 加州有三項新的交通法律生效 下面來了解詳情 第一條是SB19 這項法案將員工搬車、教堂巴士等 私人客運車的監管權 從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轉讓給車管所 車管所和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 將負責監管這些客運車的安全運作、驗證保險等 第二條SB20 要求8到15歲的兒童在配有安全帶的巴士上 必須寄安全帶 如果有人被發現違規 巴士司機將被罰款800美元 最後一條AB2687法案 規定所有如Uber、Lips等打車服務司機 駕駛時體內酒精含量不得超過0.04% 而過去的標準是0.08% 美國獨立日即將來臨 聖河西機場表示 在當天週三晚間 聖河西機場將停飛半小時 讓人們可以觀賞煙火慶祝獨立日 聖河西國際機場表示 已經決定在獨立日7月4日當晚9點半到10點鐘 暫停所有飛機的抵達和離開 在航班停止30分鐘期間 聖河西市中心的Discovery Meadow Park將進行煙花表演 機場發言人Ruthemary Barnes表示 6週前已經通知了所有航空公司和私人的飛行員 以便他們能夠根據航班時間做出相應的規劃 Barnes說 城市和機場的停工期間不會有任何損失 各航空公司將根據時間表進行調整以適應變化 新台南記者金亞蘭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灣區簡訊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在給員工的信中宣布上週 也就是第二季最後一週生產了5000輛Model 3 達成預設目標 為了達標 他還在位於東灣菲利盟工廠臨時搭建帳篷 作為第三條組裝線的延伸 連同Model S與Model X 特斯拉上週合計產出7000輛電動車 馬斯克還預計Model 3下個月單週生產量 或許可達到6000輛 Facebook 臉書在灣區繼續擴張 在灣區的3D的辦公面積各達百萬平方英尺 包括最近在東灣菲利盟租了104萬平方英尺的18座建築 今年3月 臉書在桑尼維爾的三幢大樓裡 租用了10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面積 在門洛帕克總部 除了其主要總部旁建造新的辦公大樓外 還將建造一個混合使用的園區 包括寫字樓、零售、住宅和公園 其中包括175萬平方英尺的辦公樓 每一個辦公園區都可以雇用多達4000至5000名員工 臉書可能會雇用多達2萬名員工 布朗州長近日簽署了AB1838法案 該法案規定 在2031年以前 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允許對汽水徵收新稅 但該法案不會影響在今年以前生效的汽水稅 包括舊金山市、伯克利、奧克蘭等地方的汽水稅 州長簽署這個法案 換來了飲料行業撤回另外一項提案 該項提案規定 地方政府想要徵收新稅 必須獲得居民三分之二多數同意 而目前只需過半數通過 新台人記者曹靖哲與偉綜合報導 《九評》編輯部近期發表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以及《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系列文章 揭露共產主義的本質引起讀者熱烈迴響 今年香港七一大遊行中也首次出現了相關橫幅 中共治港21年民怨沸騰 今年香港七一大遊行 各式控訴中共呼籲結束一黨專制的標語比比皆是 法輪功學員首次展示呼籲拋棄共產邪教的橫幅 揭露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 也有民主人士展示打倒共產邪教等指板 呼籲所有的人都要脫離共產邪教 拋棄共產邪教做出良心的選擇 共產黨都是這個魔鬼的代理人 共產黨一貫就是歪曲欺騙 用這樣的方法來蒙蔽人 其實他就是想要共產黨來統治香港 實際上就是想在香港搞共產黨的專政 所以我們要推還共產黨的一道專政 有大陸人士專程來看七一遊行 羨慕香港的民主 包括看到在大陸看不到的畫面 很高興有這一天的到來 然後作為中國人還蠻驕傲的 香港這裡十分的民主 就是有不同的聲音都可以得到極限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遊行 像這種話 因為在大陸那邊法文公的話 基本上是就是會被禁止的 而且在這邊就比較民主 什麼東西都比較開放的 多位大陸遊客表示 已經明白真相退出中共 有人並讚揚《大紀元》特刊《共產主義終極目的》寫得好 寫得相當的不錯 裡面而且引用的一些天地子都是符合事實的 就是大家都是眾人皆知的 我非常支持他 而且我會把這個給我的朋友 給我身邊的同事給他們分享的 讓他們就是說看清中共的黑人 看清中共的責名 現在是個對家的 那個人不知道嘛 也做了這些聲明 現在是很對的 自大紀元04年發表《九評共產黨》以來 至今已有超過3億人宣布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新唐人記者梁珍、宋碧龍香港報導 中共提出中國製造2025計畫 其中包括芯片製造本土化 但外媒近日披露 中共並非透過潛心研發達成目標 而是非法竊取台灣和美國企業的商業機密 大陸智能手機與電腦產量全球最高 但幾乎所有邏輯和記憶晶片都靠進口 芯片自給率目前只有10% 中共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計畫 目標之一是到2020年 芯片自給率達到40% 2025年達到50% 但人才缺口40萬人 技術也落後西方幾十年 近兩年 陸資不僅海內外高薪挖角 甚至利用工程師帶設計圖紙投靠 2016年底 中共國企上海華麗微電子挖角台灣台積電徐信工程師 後者隨即非法列印台積電28奈米製成重要文件 去年11月因商業竊密獲行18個月 2015年到2016年 大陸福建官方投資的福建靜華集成電路公司 聯手台灣聯電挖角美國美光 台灣子公司的工程師 其中一網信工程師 非法複製美光存儲芯片設計機密等900多份文件 交給聯電和靜華 去年 台灣技術被竊案達21起 遠高於2013年的8起 最近台灣10起技術相關訴訟案中 有9起 檢方都指出 被竊技術已經或準備流入大陸企業 如今 美國決心制止中方的竊密行為 並以關稅施壓 希望促使中方改變做法 川普7月1號再次加碼 表示如果中方不改變做法 可能對最高5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新唐記者林蘭 紐約報導 美國推出兩輪制裁 施壓伊朗 欺惡頭善 美國總統川普週一在白宮會見到訪的荷蘭首相 並在記者會中提到美歐貿易 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 以及墨西哥大選後美墨雙邊關係等話題 川普說如果不能達成協議也是好事 會有辦法 荷蘭首相馬克魯特趕緊說 不行 需要達成協議 上週大法官肯尼迪宣布退休 週一上午川普已經與四名大法官人選見面 他們是很精彩的人 他們是很精彩的人 在各種不同的方法 在各種不同的方法 川普還會與兩到三名候選人面談 7月9號宣布正式提名人選 上週日墨西哥大選結果出爐 前墨西哥市長奧夫拉多爾已壓倒性多數當選 川普過去曾預言奧夫拉多爾會當總統 他勝選後兩人在電話上交談了半小時 談到邊境安全 兩國簽署雙邊貿易協定等議題 我認為他會嘗試幫助我們 我們有超級壞的國際法律 移民法律法律 世界最弱的 世界最弱的 美國有非常強的移民法律法律 所以他們可以幫助我們 直到我們把移民法律法律 關於美國可能退出世貿的消息 川普說WTO對美國不公 但是目前沒有計畫退出 如果繼續對美國不公就會採取措施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 兩個月後 美國國務院週一重申 將對伊朗施加最大經濟和外交壓力 國務院要求伊朗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不再從事導彈擴散 不再欺壓本國人民 第一階段制裁8月4日生效 針對伊朗的汽車黃金和其他主要金屬交易 第二階段制裁11月6日生效 主要是針對能源領域石油及相關產品的禁運 美國退出伊朗協議後 國務卿蓬佩奧和財長梅努欽 6月4日建立聯合遊說團隊 已經訪問歐洲和東亞13個國家 闡述與伊朗繼續做生意的危險 已經有50個跨國公司宣布 不予伊朗在能源和金融市場往來 胡克表示很多國家在反恐 制止導彈擴散 穩定中東局勢方面 與美國有共同立場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聲援中國人退黨 羅拉巴克發起眾議院932議案 美國聯邦眾議員羅拉巴克日前發起932號決議案 聲援中國人的退黨大潮 並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他堅稱法輪功學員以生命堅守真、善忍價值 是人類最偉大的英雄 並呼籲法辦迫害元凶 由羅拉巴克議員提交的美國聯邦眾議院932號決議案指出 中共至少造成60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 並且繼續嚴厲鎮壓和平運動 包括迫害法輪功長達19年 同時中共對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負有責任 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至今 美國國會五次以絕對多數通過決議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其中343號決議案明確譴責中共強摘器官的暴行 作為眾議院外委會小組主席 羅拉巴克議員曾多次主持有關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聽證會 羅拉巴克議員呼籲必須把迫害法輪功的元凶繩之以法 去年底美國行政部門依據全球馬格尼斯基人權問責法 公布了首批人權惡棍制裁名單 其中也包括中共官員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NBA球星詹姆斯加盟活人 則經王朝迎來復興良機 NBA洛杉磯火人隊正式簽下超級巨星詹姆斯 火人隊友邦迎來復興良機 門票也隨之大漲 作為NBA今年最大牌的自由球員小皇帝詹姆斯的決定牽動著整個聯盟 7月1號他最終決定離開老東加克里夫蘭騎士 宣布加盟目前在NBA市值排名第二的洛杉磯湖人 合同為期四年總計1.54億美元 合約期滿時詹姆斯的年齡將達到37歲 1984年出生的詹姆斯身高2.03米 2003年進入NBA私值前鋒 近期連續帶領騎士四年打進總決賽 並於2016年以4比3擊敗勇士 幫助騎士奪得了隊史上第一個總冠軍 老牌敬旅洛杉磯湖人今年來形勢低迷 已經連續五年無緣季後賽 這次成功爭取到詹姆斯的加盟 勢必為紫金王朝帶來復興的良機 而勢頭正勝的金中勇士也成功挽留兩屆總冠軍賽 最有價值球員杜蘭特 將目標鎖定三連冠 外界分析 新賽季湖人向勇士發起挑戰 無疑將成為NBA的最大看點 誰能奪得西部冠軍 就意味著將有機會捧起總冠軍獎盃 新唐記者林秀蘭綜合報導 世界盃1分1決賽週一繼續進行 巴西隊憑藉頭號球星內馬爾的一傳一射 2比0戰勝了墨西哥 而亞洲唯一晉級的日本隊 卻在兩球領先的情況下被比利時大逆轉 遺憾告別世界盃 巴西隊在與墨西哥的比賽中 第51分鐘內馬爾在前場突破後腳跟傳球 隊友左路傳中內馬爾強點破門 之後巴西隊繼續對墨西哥的大門進行猛攻 直到第88分鐘內馬爾再次衝到禁區 助攻隊友費爾米諾得分 最終巴西隊憑藉球星內馬爾的一力進球 和一次助攻 輕鬆淘汰墨西哥晉級8強 另一場比賽 日本與比利時上演了一場精彩的進球大戰 嚴防死守的日本隊在下半場一開始率先進球 第48分鐘 8號圓口圓氣在一次快攻中將球打進 第52分鐘 日本隊又通過乾貴式的一角遠射破門 以2比0領先比利時隊 不過日本隊卻沒能保住這來之不易的領先優勢 第69分鐘 比利時隊費爾亨通在禁區左側投球船中 卻意外掉進日本隊大門 第74分鐘 比利時卷土重來 費萊尼再次通過投球破門得分 日本隊沒想到全隊辛苦建立的領先優勢 在5分鐘之內化為烏有 可更讓日本隊意外的是 就在全隊準備好進入加持賽時 上停補時最後一分鐘 比利時隊發動反擊到前場 盧卡庫在門前一漏 隊友查德利跟上打進絕殺進球 最終比利時在下半場成功上演絕地大反擊 3比2絕殺日本 將在8強戰中對戰巴西 新唐人電視韓瑞綜合報導 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請見到最後一晚 請見到最後一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